心未動心意軟這個長假 大家就跟著我琪琪 一起找一個美妙的地方去度假吧 我想三周茶園應該是整個茶溪曲景區裡面 尖地最大的部分 不然的話我怎麼會走到腳軟 都未走到一半 不過呢 肚子都好像鼓鼓聲地叫了 唉 不管了 還是找個地方填把肚子再說吧 三周茶園裡面有幾百畝優良茶田 其中大部分都是鐵觀音 現在我還好像 意氣見到五十多年前 老深圳人在這裡種茶採茶的樣子 不過聽導遊介紹 在這裡有一個茶藝坊 遊客可以自己親手採茶做茶 很有意思的 看到我這麼快換衣服就知道了 我現在就要去採茶了 是不是好像很專業那樣呢 抱著蘿蔔, 走吧 一年之中最好的茶葉就產在清明之前 叫做明前茶, 清香撲鼻 但是現在是秋天, 喝不到明前茶 不過國慶茶也不錯 其實原來採茶, 即紮茶 都有很多技巧的 而且要學很多東西的 那麼多茶葉究竟哪些才是漂亮的呢 好像這個 兩葉一紙的就是最好的 而且要看看這兩葉 夠不夠亮的 你看, 是否很亮呢 亮代表它暖, 暖的話 好, 那就漂亮的茶吧 這個可以 差不多了 已經一大裸了 走吧 剛才只是採茶而已 所以不可以直接拿去沖來喝 茶葉的製作相當複雜 譬如烏龍茶, 從採集到化桃園 需要三年的時間 不過幸好, 今天我要做的是綠茶 一個多小時就可以了 你看這裡有很多茶葉 不過這些不是我剛才採的 我剛才採的只有這麼少 不過不要緊, 第一次嘛 好, 下面呢 我就要進行這個 做茶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殺青 有腥味 好像媽媽放些菜進去和那裡 可以吞嗎 你看 這個就叫殺青 這個就叫殺青 殺 被被剝落了, 你看看 殺青就作為製作茶葉的第一道工序 很重要 首先, 它要去掉茶葉裡面的青草味 把水分蒸發了 還要利用這個鍋的高溫 把茶葉裡面的煤去掉才行 是因為茶葉它本身上面有水 所以它碰到這個熱的鍋會吱吱叫 對 一般這個殺青 一般這個殺青的過程需要多長時間 就四、五分鐘就行了 殺完清之後的茶葉 看下去好像黑黑的 和茶山上面的香葉嫩芽 真是兩碼事 唉, 我真的有點懷疑 我真的可不可以做到真正的茶葉 青的茶葉就放在這個婆機上面 要把它攤涼了 才可以進行下一道工序 而下一道工序是什麼呢 就是油捏了 把它捉緊 然後抓得很緊是吧 對, 然後放在這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兩隻手這樣 相互往前推,這樣一下 這樣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工序油捏 那我們首先把這個茶 就拿成一塊 然後放在這裡 滾啊, 滾啊, 滾啊 然後壓一下它 它有什麼功效呢 就是把這個茶葉的汁擠出來 擠出來 等到一會兒泡茶的時候 它會更加香的 對茶葉來說 好, 油捏就像美女去減肥那樣 起到一個索型的作用 同時還可以排出對人體有害的茶間 那油捏完的茶葉就變成了這樣的條索狀了 嗯, 開始有點像我們平時喝的茶葉了 你知道嗎? 不要看它黑咪咪 它們說可以美容 你呢? 今晚我再去嘗嘗 好了, 我們要去什麼? 下一個步驟就是炒 炒青就是進一步蒸發水分 將茶葉完全乾燥 等到它可以定型 那炒青就做茶葉的最後一道工序 OK, 終於大功告成了 這一罐就剛才炒茶 就是自己炸的茶 聞起來就很香了 我決定先嘗嘗 不是很純熟的, 不要怪我 很久沒試過這麼認真去做一件事 雖然沒有古人的紅尼小火爐 不過起碼又想考手 我想沖出來的茶的味道 一定也不差 因為可能是自己適合 新水新汗, 摘這麼多茶葉 以及整個過程自己煮 而且因為這裡的茶葉夠新鮮 所以覺得很香和很甘甜 我決定把這一瓶帶回去 給單位同事試一下 以及給家人試一下 做了一次採茶女 就好像穿越了幾個世紀 感覺自己就好像漫步 在明清時候的嶺南茶田上面 心態平和自然 不太只得網絡上流行一句說話 人生三願, 農夫山泉有點甜 城市生活過外了 真的有點不堪重負 偶爾嘗試一下田園生活的寫意 也很好 下個星期一 敬請繼續收看 無比奇妙 和我琦琦一起去旅行吧 於是 我們來煮一件 開嘴 小船 我們來煮一碎